新竹市動物園原本有兩頭孟札拉虎兄弟 但是這一兩年相繼離世 幸好昨天傳來好熟悉 原方上六福村借展的老虎 已經在動物園裡正式亮相 新來的交客正在熟悉環境 新竹市立動物園借來的老虎 正式跟遊客見面 不過來到陌生環境 新朋友老是躲在角落裡 蠻可惜的 沒看到 沒看到 就還蠻剛好的 因為我不是本地人 所以剛好來了之後 就可以看到就還蠻特別的 他有一隻看鏡頭 吃一隻還會爽蒙一下 很可愛 2022年總統蔡英文 在農曆虎年前夕 特別來到新竹市立動物園看老虎 當年兩頭孟加拉虎 分別為六福跟來福 兩兄弟 沒想到兩隻老虎年事已高 分別在2022、2023年相繼離世 園中一度沒有老虎 雖然動保團體一再呼籲 動物園別再養老虎 但原方思考過後決定 在不購買動物的前提下 向六福村借斬一隻老虎 那其實我們發現我們有時候觀察 其實小朋友大朋友都蠻喜歡老虎的 那而且我們養老虎也有四十幾年的紀念 這隻老虎是女生 然後牠六歲 我們會在暑假過後 我們就會來規劃一個命名活動 那我們會先選幾個名字 然後再由新竹市的國小小朋友來 來票選 新來的母老虎2018年出生 體重足足有105公斤 算是非常有份量 新竹市立東元打算 今年暑假過後 邀請新竹市的小朋友 一起來幫母老虎想想新的名字 記者 英錄 請多報答